小花曼泽兰俗成绿癌 因为生长迅速会造成植物的衰弱 甚至死亡 身为入侵种的它在台湾没有天敌 为了鼓励民众一起消灭绿癌 桃园市农业局推出收购计划 只要拔一公斤的小花曼泽兰 就能换5块钱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要奖励 这个拔除的动作 我们也请各公所就近 收购这些清除后的产品 那这个美工进的补助是5块钱 希望我们的市民 所有的民众能够共同响应 来爱护我们的环境 拔除以后 就拿到我们公所去缴交 公有地方面 农业局已经请各单位主播除草 私有地的部分则是透过收购奖励 鼓励民众一起拔草 现在正值小花曼泽兰的生长期 农业局希望能在花期前 把它清除完毕 小花曼泽兰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会爬到树梢 把整个树木的顶盖都盖住 也就是阻断它阳光的吸收 所以会影响造成树木的死亡 这个收购期限到今年12月都可以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利用 最近这个时间赶快来清除 因为最近清除的时机 是在小花曼泽兰开花期之前 那这个清除的效率会是比较好 另外三恰水环境教育中心 跟龙潭公所也将在25号举办除草作业 呼吁民众加入以除草的行列 拔草所得奖励金会全数捐给三合国校 清除外来众也能帮助偏乡的孩子 有更多的效益经费 接着赖伟一投影报道